这段影片将会协助您开始使用Freestyle Libre 2 Freestyle Libre 2提供选择性提醒通知功能 让您知道葡萄糖是否过高或过低 能够更容易监测葡萄糖变化 而不再需要手指扎针才写两册 让我们看看Freestyle Libre 2系统的主要组件和其功能 有传感器套件包、传感器、传感器敷贴器 还有Freestyle Libre Link应用程式 方便您使用智慧型手机扫描传感器 传感器佩戴在您的手臂后侧 其中有一个弹性小尖头插入皮肤下 能够测量组织液的葡萄糖含量 组织液是人体细胞周围的液体 使用智慧型手机扫描传感器 即可显示当下的葡萄糖数值 葡萄糖记录以及趋势箭头 可看出您的葡萄糖变化总向和速度 经由Freestyle Libre 2系统 您可以轻松将葡萄糖资料 传送给医疗团队或亲人 扫描传感器之后 智慧型手机上的Freestyle Libre Link应用程式 会自动将您的葡萄糖资料上传到安全的云端系统 Libre View 如果您愿意 也可将您的资料提供给医疗团队 透过Libre Link Up 您的家人和朋友 可以远距追踪您的葡萄糖浓度和变化趋势 如果您的葡萄糖过高或过低 他们也会收到提醒通知 这段影片介绍 佩戴Freestyle Libre 2传感器的技巧 佩戴传感器的正确位置 在这里 在手臂下侧肉多的地方 三头肌后面 Freestyle Libre 2 佩戴在这里最正确妥当 传感器要佩戴在 洁净干燥的皮肤部位 这个步骤很重要 传感器才能够确实固定 用肥皂和水清洁手肘到叶窝的区域 再用酒精棉片擦拭 等皮肤自然风干 以下是安装肤贴器的方式 转开肤贴器的盖子 直到听见咔哒一声 打开盖子 拆开传感器套件包风膜 然后将它完全撕下 蓝色面板里面装了弹簧 请勿推动 否则传感器可能因此启动或损坏 要装上传感器 请将它放在平坦坚固的表面 例如桌子 将传感器套件包深色标记 对齐附贴器上一样的深色标记 传感器放在平坦坚固的表面 将附贴器用力往下推到底 传感器现在已经固定在附贴器上了 可以看到 配戴传感器时 请将手臂抬高到适当位置 方便另一手操作 手臂可以悬空 也可以将手肘靠在桌上 像这样配戴传感器会比较舒服 您可以使用镜子辅助 手臂要完全放松 肌肉不要用力 将肤贴器用力固定在皮肤上 整个传感器贴紧皮肤 手指不要碰到肤贴器蓝色部分 将肤贴器往上推 直到听见咔哒声 传感器有一条弹性小尖头 插于皮肤下 配戴传感器之后 轻轻拉开肤贴器 以掌心按压传感器 使它正确粘贴 以手指沿着边缘检查 确认传感器是否确实固定 请记住 使用智慧型手机扫描 Freestyle Libre 2传感器时 毒素可能比葡萄糖数值 晚5到10分钟 称为研制反应 是正常现象 葡萄糖能度维持稳定时 两个毒素比较接近 如果葡萄糖快速升高或降低时 传感器毒素可能低于 或高于葡萄糖数值 现在您已经知道 如何配戴 Freestyle Libre 2传感器了 接下来请看完整个系列的影片 了解如何在智慧型手机上 设定Freestyle Libre Link应用程式 本影片会说明 如何将Freestyle Libre Link应用程式 下载到您的iPhone 然后用iPhone扫描 Freestyle Libre 2传感器 来监测葡萄糖 使用Freestyle Libre Link应用程式 可以查看目前的葡萄糖数值 和趋势箭头 了解您的葡萄糖变化趋势 和日常的葡萄糖变化 您可以看见达到目标范围内的时间 您可以了解葡萄糖变化趋势 追踪葡萄糖检测进度 需要咨询专业医师的问题 您可以做笔记来追踪您的饮食 胰岛素使用和健身情况 应用程式的另一项使用功能 就是可以语音朗读 要开始使用 只需从Apple App商店 下载Freestyle Libre Link应用程式 开始使用应用程式之前 您需要建立LibreView账户 点选应用程式图示 开启应用程式 点选立即开始 或是随时向左滑动查看实用提示 确认您的国家并点选下一步 依照您与专业医师的讨论 输入您的目标葡萄糖数值范围 完成设定 您也可以设定以克数或分数 来计算碳水化合物 继续点选下一步 应用程式现在显示 我的葡萄糖画面的资讯 点选下一步 可查看葡萄糖趋势箭头的资讯 然后再次点选下一步 佩戴新的传感器 然后点选下一步 启动传感器需要60分钟 启动后您可以执行第一次葡萄糖解册 开启应用程式 点选扫描按键 像是主画面的蓝色按钮 或大多数画面右上角的灰色扫描图示 将iPhone前缘靠近传感器 听到提示音或感觉到表示扫描完成的振动之前 请勿移动 您的葡萄糖数据会自动从手机上载到LibreView 让您容易分享您的数据给专业医师 如果家人也下载LibreLink App 您就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分享葡萄糖值变化趋势 这样家人就可以远距监控您的葡萄糖读数 现在您已经设定好 Freestyle LibreLink应用程式 请务必观看影片 了解如何在智慧型手机上设定葡萄糖提醒通知 影片会说明如何在手机上设定Freestyle LibreLink应用程式的提醒通知 Freestyle Libre2有三种即时提醒通知选项 方便您了解葡萄糖的高低变化 或是否有遗漏的通知讯息 您可以自行选用通知功能 以便在关键时刻也能够安心无虞 如果您的葡萄糖读数高于或低于设定标准 Freestyle LibreLink应用程式 可以透过声音、振动或通知自动提醒您 要在手机上收到Freestyle LibreLink应用程式的葡萄糖提醒通知 首先您必须用手机启动Freestyle Libre2传感器 一定要打开手机的蓝牙功能 才能开始使用新的Freestyle Libre2传感器 如果您希望系统自动传送讯息来通知您 葡萄糖过低或过高 只要开启系统提醒通知 即确认手机和传感器的距离在6公尺以内 并且中间没有隔着障碍物 在Freestyle LibreLink应用程式中 设定提醒通知一点也不难 要设定您的低葡萄糖提醒通知 请点选选单中的提醒通知 通知设定预设为关闭 所以请轻触并开启低葡萄糖提醒通知 当开启葡萄糖提醒通知时 遗漏讯息通知也会自动开启 在手机荧幕上滑动 选择低葡萄糖数值 要选择您的提醒通知铃声 请点选提醒通知铃声 现在使用相同步骤 设定高葡萄糖提醒通知 确认手机启用Freestyle LibreLink应用程式 否则无法收到提醒通知 手机通知铃声响起时 滑动手机就可以打开通知 然后用手机扫描传感器 查看您目前的葡萄糖读数 您的葡萄糖资料 会自动从手机上传到LibreView 医护人员就可以共享资料 您可以选择是否开启提醒通知 协助您控制葡萄糖浓度 维持在设定范围之内 开始使用Freestyle Libre2时 您可能有很多疑问 我会分享一些技巧 协助您充分使用Freestyle Libre2 配戴传感器时 也可以跟平常一样淋浴 游泳和去健身房 传感器可防水30分钟 防水深度达到1公尺 要搭飞机的话 请将Freestyle Libre2传感器 放入随身行李中 随身携带足够的传感器 假期中就可以持续使用 您可以带着传感器通过X光机 但最好先通知机场安检人员 建议您在飞行途中 关闭手机电源 请勿使用手机扫描 请确认航空公司规定 并遵循航空公司的NFC装置政策 以便您提早做准备 要前往不同时区 请确认手机上的时间和日期 调整为当地时间 图表可能因时区变化 而有资料断层 要简单拆卸传感器 请使用沾有婴儿油的棉球 擦拭传感器边缘 接续佩戴新传感器时 请选择与之前不同的佩戴位置 例如另一只手臂部位 如果看诊时会碰到强力磁铁 或电磁辐射 例如MRI 核磁共振噪影 或CT 电脑断层扫描 必须移除传感器 然后在手术或检查后 重新佩戴新的传感器 进一手术或检查之前 先告知专业医护人员 您有佩戴传感器 希望这些技巧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需要更多资讯和其他建议 请参见我们的网站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好奇 到底使用Freestyle Libre 2 有什么优势 Freestyle Libre 2 有三种及时提醒通知功能 可通知您 关于葡萄糖过高或过低 或是连线中断的状况 享受安心的使用时刻 如果葡萄糖过低 下降或快速变化 有了Freestyle Libre 2 就不用在指尖采写 可同时提高量测的精准度 即使低葡萄糖数值量测时 也不怕失去精准度 传感器尺寸小巧 佩戴位置在手臂后侧 操作简便 要获取葡萄糖毒素 不需要指尖采写 用智慧型手机简单扫描传感器 一秒钟就可以办到 扫描后可获得8小时葡萄糖数据 传感器最久可以使用14天 佩戴之后 您可以无限次扫描传感器 协助您监测和控制葡萄糖 研究显示 平凡监测葡萄糖 可以改善糖尿病病患的治疗成效 平凡地监测葡萄糖 可以有效地降低A1C 减少低葡萄糖事件的几率 增加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 Freestyle Liber 2 让您轻松监测和控制葡萄糖浓度 如果需要更多资讯和其他建议 请参见我们的网站 若有其他问题 也欢迎联络我们当地的客户团队 感谢观看